大家好 我是張慈偉 來自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案務副會長 社福界因為我們的服務挺廣闊 所以有不同的工作種類同事 他們的工作情況有些不同 在早期的時間大部份都響應政府的呼籲 都會有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的時間都比較長 例如一個星期五日或四日 隨著政府開始宣布逐步回復工作 大部份NGO都會紛紛響應 當中有一些是維持的 例如一個星期有三天 Home Office 有些可能維持兩天 Home Office 就看看他們是甚麼服務 舉個例子 例如屬於青少年服務 因為學校停課 工作環境沒有那麼高危 所以他們回到辦公室的時間可能會多些 另外比較緊張就是院舍或工場 那類的服務 就是因為那些小孩對象 一直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他們可能由開始到今天 其實都沒有甚麼 Home Office 安排 都是要上班 不過就不開放了 所以主流現在就是 如果服務本身的服務對象 不是一些比較弱勢的那些 可能就會保持一些 Home Office 或者是有限度開放 如果是一些院舍或工場 那些雖然未開放 但工作其實如常繼續做 即是如果是儘管做的 有些家房的工作 就要照顧去做 那就要看工作性質 那如果工作性質 譬如說我們說 盡量避免一些人群聚集 例如有些活動 小組 那些盡量避免 那些就會停了很多 大部分都停了 至於一些叫做個案的輔導 就改為網上 如果有一些緊急的個案 可能真的死人塌樓 或者他真的家裡有事 也有同事去家房 譬如有些長者服務 有些送飯的 因為有些裝備 於是他們也有送飯給長者 送飯給老人家 所以要看各個服務的實際情況 和當區服務使用者 對象他們的需要情況 危急情況 作一個判斷 在過程當中 有服務對象受到 因為疫情正常進行 受到影響 發生投訴 有甚麼事情 我猜整體上 大家都體諒和明白 現在疫情對整體香港社會運作的影響 但當疫情持續一段相對較長的時間 的確有些服務對象 其實他們的困難是大些 打個比喻 譬如說有些工場的小朋友 他可能有過度活躍 或者有其他行為 情緒的問題 如果他不能回到工場 就變成核留在家 可能家人有些需要上班 可能沒有甚麼特別的人手 或者照顧他們 或者他們面對情緒的壓力會大些 所以他們到後期 其實都開始有些服務對象 都表達 可不可以有限度地提供服務 相應的一些小服務機構 其實都在調節 如何回應這些服務需求 但大家都有一個很強烈的信息 就是要平衡服務和抗疫的需要 如果譬如有些裝備上高 都不足夠的時候 你謀言去提供太多服務的時候 可能會對於抗疫的影響 比較大 所以各個不同的機構 或者服務單位 他們都在做一些評估 我們沒有特別統計 我們社總做過一些 survey 看看一些單位 或者不同的服務單位 他們有的裝備足夠 普遍有四個月的存量 有些可能只有兩個月 但大部份都沒有很足夠的存量 是提供給服務使用者的 變成在裝備上高 我們看回業界的情況 其實都是處於一個 叫做慢慢緊的狀態 就不是一個很足夠儲備 裝備的情況 所以你說裝備佔什麼東西 例如口罩 最基本的 搓手液 如果是院舍 或多親密接觸的服務 可能需要保護衣 甚至面罩 特別是個人化的接觸裝備 相對來說緊張些 之前見到的新聞 有流行家 在大風雨當中 在排隊 買口罩 這種情況 其實是否真的有些人 其他人很緊張 其他人搶擠紙 物資 他們真的沒有 我猜這個不用我們說 電視畫面已經告訴我們 的確在最緊張的階段 其實有很多弱勢的社群 他們很缺乏這些物資 所以在不同的NGO 甚至社種 我們做了好幾次的活動 去收集口罩 或者去募捐口罩 或者洗手液 去派發給一些單位 派發給一些街頭的長者 或者清潔工等等 亦都在我們社福街 有一個叫做社福聯合陣線的平台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NGO的工會 或者是關注組 亦都做了一些口罩收集 和一些物資收集的工夫 接著去派給一些 有需要的街坊 服務對象 我們現在都存在 有一些單位 他們可能不夠的 在我們那個平台登記 接著我們搜羅到一些 這些物資 接著我們便會派發給他們 我想這個 在到現在來說 似乎疫情稍稍舒緩 但是那些物資 又好像很稍稍舒緩的情況 但是在整個國際 又開始爆發的時候 又出現一些緊張的情況 其實這裡 我們都十分擔心 這裡我想政府 我們和社會福利署都有反應 它應該要做多些協調 和一些物資收集的工作 政府表面上是挺積極的 但是似乎都沒有什麼結果 都是靠民間自救 我想在整個疫情裡 民間自救是一個主流 或者是一個主調 政府它做 但是似乎成效不足夠 所以在坊間 NGO或各自的部隊上 社工同事 其實他們都是不斷在網上搜尋 自己去找 去買一些裝備回來 供給同事或者服務小姐使用 我想這個是充分反應 政府在這個事件上 其實他們未做好那個統治 和協調的角色 其實我看到 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可能在你們NGO 或者是不同的團體 很多社福界 很多團體 其實你跟我們介紹一下 有哪些部門 還有是政府 有資助 還是政府的部門 有些是NGO的部門 好像有很多這樣的機構 我想簡單有兩個分法 一個分法叫做資助機構 有些叫做資助服務 這就是政府有一個叫做 資助 有些叫做非資助 即是NGO 可能是自己要去籌款 或者是一些分定 即是基金 這就是資源來源的分別 另一個分別就是不同類型 譬如有些長者 有些福康 有些青少年 有些家長 這些是屬於不同類型的 一些叫做服務的分別 剛才提到 社福利署做得好不好 他有沒有搜羅 他有搜羅一些物資 也有一些物資 分發到不同的NGO 但另外還有一方面 他支援得不好 就是關於整個運作 例如對家庭的指引 對於開放一些單位 到底指引應該是怎樣 怎樣去保障到 服務使用者安全 抗疫的需要 和平衡服務的提供等等 這些似乎失去了 或者沒有擔當一個統籌和協調的角色 只是把那個波交給NGO 政府就是這樣做 你自己怎樣做 你跟不跟政府 但跟政府得來 亦不是很清楚的指引 舉一個例子 譬如在疫情這段期間 很多服務都停了 不論是院舍服務好 一些活動 一些青年中心 或者一些各類型的服務 其實都停了 代表停的意思是開放不了 但有些活動在做 但我們如果是資助機構 就需要交一些 叫做FSA 叫做服務中助協議 一些指標 交給社會處 社會處只說一句 由一月到現在 大家彈性處理 彈性的意思是甚麼 到底是豁免了 那個數字 或者叫做交代 還是說 你現在不要做 遲些再追回 還是怎樣 對於機構的管理來說 他們就會比較保守 那些要先做 否則他將來追回 我怎麼辦 那些事情 其實社會處理得不太清楚 沒有一個比較寬鬆的指引 給NGO去跟 這次疫情 其實政府有特別的部分 或者是考慮到的需求 特別 是 有些額外的津貼 譬如給軟石 他買一些裝備 但大家都知道 裝備是很短缺的 那麽短缺 你即使給現金 我也好 我都買不到 我都要搜羅 那麽其實 即是 如果差點說 嚴重點說 只會做認同俱遲 即是形式上 我給你一些盡在理 那麽其實 可能幫不了這件事 那麽另外有一些 他可能忽略了 例如 上門的服務 或者一些軟石的服務 因爲 疫情的關係 其實有多了的 一些安全措施要做 那麽安全措施要做 其實對人手的影響 就會大了 那麽特別 又沒有特別的津貼 是給你拼整額外人手 去支援的 甚至有些情況是什麽呢 譬如有些同事 他過年的時間 回到外地 過年那麽 那麽 那麽回來香港要隔離 那麽 那麽回來隔離的時候 十四日 那麽短缺了人手 那麽那些地方 又沒有特別的津貼 去幫助一些機構 去拼整補充 特別是剛才我講的一些 院舍 或者服務 其實那些是 雖然門口關了 但是裏面的服務 是正在做的 那麽所以這些 似乎 社保理署 又沒有一個很全面的審視 聽你這麽說 好像疫情期間 反而都要多些人手 去關照 對某些服務來講 是 對某些服務來講 那麽為什麽前一陣子 YMC 又炒了二十八 YMC 那個事件 我看回報道 和我們再聯絡相關同事 去進一步了解 他們解僱 或者叫做演散的員工 其實是屬於一些 叫做非資助的服務 是屬於機構裏面 一些叫做 類似公共關係 類似一些 英文叫做partnership 去連繫一些叫做 叫做adonna 那些的 一些部門 那些就是非資助的服務 而不是直接涉及到 院舍 或者提供服務 給青年 家長 那些 所以可能背後 他們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還未掌握得很清楚 到底為何要這樣做 但他們的處理手法 就值得為人救病 即是即時間 九個立即解僱 兩個小時之內 要去 十分鐘 十分鐘 就要清債所有東西 似乎 在NGO的文化來說 這個是絕對不近人情的 一個處理方法 如果是因為經濟這麼難 那是否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可以先處理 例如無薪假等等 但我們又看回 他的財政狀況 他都有幾豐厚的一個儲備 其實短短九個同事 就算兩個月 三個月 的人工 應該應付到 我想 在整個畫面 我們只能夠 不是完全掌握的情況下 我們只有一個評價 就是他似乎很不合理 和很不緊人情 甚至有些說法 就是當中九個人 裡面有兩位 他們是工會成員 是搞工會 如果真是因為這個原因 造成一種打壓工會的行為 我們就極之斤斤 對於VM4的做法 所以我也看回報道 說他有百億儲備 真對話 覺得人工都是佔1% 很少 如果他講說 人手的負荷量減少了 其實他完全是接口 所以是否適合 支持過去的大部份 社會運動的抽獲算 如果從客觀的現象看 正如我剛才說 那九個同事 基本上都不是 一些直接服務的同事 即是因為疫情影響 減少了服務 或者減少了收入 似乎是站不住腳的 即是不太成立 即是說他背後還有些原因 現在我們聽的 或者在報章看到的 一是跟工會有關係 二是跟社會運動有關係 會不會有其他原因 我們不知道 他亦沒有公佈 亦沒有回應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根據現在鋪出來的 一些我們看到的事實 我們覺得他的處理 極不合當 非常負責任 特別是對那九個同事 在現在的情況 現在的經濟狀況 你解僱了他 就算他想入職 也不太容易 那便影響了九個家庭 影響了九個家庭的生活 和飯活 我覺得這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其他同仁 有沒有關心過他們 或者他親口的幫助 現在我們看到 他已經和另一個工會 聯邻了 做了一個新聞記者會 另外我們也知道 立法會議員 也有介入這件事 即是社會界的立法會議員 而社總也就著我剛才說的 打壓工會這條線 我們也在做一些跟進 希望可以看看整件事 如何幫助同事 以及各個機構 都要去注意 其實現在大家正在面對疫情 這件事 是否真的去到一個危惡關頭 要去裁戀呢 也提醒一群社會公司 其實是應該有關注 在這些機構上 如果因為這次疫情 而這些機構 特別是自負盈規的服務 因為疫情 而影響到收入 那這裏 整個方來處 是否應該有一些動作呢 我舉個例子 政府也有些基金 抗疫基金 是給生人 旅遊 NGO的非資助服務 即自負盈規服務 是否都需要有這些資助呢 那這些都是我們社總跟蹤人的一種範疇 這次的財政預算 有沒有這部分 這次的抗疫基金 沒有特別提到 關於社福界裏面 一些非資助服務的內容 以你這多年的經驗來看 你覺得在抗疫期間 是否有重新分配的人資源 可能人手方面 可能在這個疫情的影響之下 是衍生出其他不同的父母 可能在人手方面的重新分配 那大家都共度時間 其實現在各自各個機構 即不同的服務單位 其實他們自己都在做這些功夫 我舉個例子 好像青少年服務 那些同學不用上學 那些住校死工 就不用上學了 那些青年中心就有限度開放 那些小孩都不會下學 那他們怎樣呢 好像沒有工作 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們現在 大家都開始做一些轉型 轉了做一些網路 去聯繫一些會員 去聯繫一些有需要的同步隊長 做一些視像的輔導 甚至在網上各開小組 或者搞直播 或者訪問一些有經驗的人士 去分享一些應付逆境 或者一對人生 一些價值態度 一些積極的信息等等 甚至有一些年輕人的同事 去拍一些影片 例如教做運動 教一些抗力知識 其實現在在服務層面上 同事都在用一些創意 去令到運動班現有的資源 去接觸我們的手企 以及提供一些合適的服務美 至於一些院舍或者工場 其實他們沒有停過的 都是在做一些相關的服務 只不過是開放 開放這樣的情況 所以理論上 就不是很構成什麼呢 不是很構成那個人力 是你沒有工作 因為當疫情總有一天過去 現在我們要做多些 準備工夫 打個比喻 在大學畢業生 或者未來的畢業生 他們面對那個執業問題 一些相關的青年機構 他們要做好些準備工夫 要跟一些企業之間 用到一些聯繫 甚至可能要想定一些 proposal 去政府要做一些新的措施 去支援一些出來做事的年輕人 又或者回到學校之後 開學了 那些同學生上學了 他們可能都很緊張那個學業 因為停了那麼久 穿不穿得上 情緒會不會有問題呢 或者需不需要其他支援呢 那只是學校社工 可能不足夠 那青年中心的社工 是否可以做多些支援呢 大家都不停在想 其實這些功夫 所以又不是一定需要 現在好像有些個性 或者會不會有些工作 這樣的情況 我就不太覺得 而事實上 我們學行裡面的同事 都很印證現在的時勢 去思考有些什麼新的服務 或者新的方法 去做服務我們的對象 主持安老服務 剛才你所說的online 你認識的年輕人 安老服務 會不會多了 反而多了 在潮水上 和物資上 我猜老人家 你叫他online 就比較難的 即是上網 但他們也有手提電話 我知道有些青年中心 即是有些長者中心 或者日間中心 他們就透過WhatsApp 跟他們chic chat 關心他們 問他們 甚至有些會教他們 用手提電話 做視像 去做溝通 這些都是正在做的功夫 我相信在業界裡 其實沒有哪些單位 或者哪些服務 是在這個時刻裏 它們最難 而是反過來 看到現在新的形勢 到底有些什麼可以做得好些 或者改變一下方式 可以做到 令服務對象的困擾 要減低一點 例如剛才你提到 一些長者 如果他們在日間中心 關門 他們去不了 就在家裡很悶 那怎麼辦 是否送飯的服務 其實都在做緊 一樣上去 可以探探他 和他聊幾句話 那些 日間中心也開始 有些有限度的服務 讓他們下來 做一些安排 例如說 大家不要坐得那麼密 或者分時段下來 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令到我們的服務 是能夠做得到 或者平衡抗疫 和服務之間的困難 那接下來 你也看到機場很爆 似乎是有新一輪的爆發 是在社區裡的 因為很多海外 讀書 他們都回來了 其實對你們來說 是否工作增加了 或者是有什麼新的安排 來應用到現在的情況 以社福界來說 似乎我們還未 怎樣說 我們第一最關心的是 一些海外輸入的個案 到底會不會引發第二輪 第三輪的社區爆發 如果引起了社區爆發 我們就看了 對於現有服務 例如這個例子 會不會擴散傳染到長者 令到院舍的院友 或者去一間中心的院友 都爆發 如果是的話 對於社區服務的癱瘓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老人家或者院舍 如果擴散 其實是很危險的 對於整個醫療系統的負荷 同時間亦都 第一件事 如果真的多了感染 社區開始又多了感染 那是否應該再重新 在我們在新年前後的時間 比較嚴謹些 或者要做多些所謂隔離的功夫 例如要做多些home office 令到傳播鏈能夠減低 社交接觸會減低些 我想這些措施 其實我們都覺得 是需要政府想 以及盡快要做一個令股 是要帶頭去做這件事 因為在外國回來的 其實你看到 譬如今天 剛剛才公佈 即是昨晚九國 有三十幾個新的確診局 即是開始化學 是啊 即是你會見到 好像是空洞來的 因為回來的人 其實是階層很寬的 不是一個單一 而且它是在散落去不同的社區 所以例如說 會不會有些 何柏良都說 要集中去做隔離 找一些酒店去做隔離 方便在管理和機器的管理那裏 我想這些是 政府太難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件事是正在發生的 其實它應該做了些功夫 其實第一步 他們是下機之後 那個隔離點安排 現在政府的指引條 他們是自我隔離 是我家公自我隔離 還是真的在我隔離 如果你看他的現在的政策 就是回來 在機場下機 然後在他登記 做第一步篩查 篩查 篩查說 你自己情報 你有沒有病症 有病症 就先放在一旁 然後 昨天就好了 就說了在博覽館 和大嶼山醫院 做一個分流中心 如果沒有宣稱有病症 就給他一個手劃 然後他回家做居家隔離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不是我們 我們說沒用 專家都說 何柏良 各個專家都說 其實不可靠 那個效果會成異 於是大家都會提倡 會不會有些地方 如果沒有檢疫中心 那些是否應該可以 真的租用一些酒店 去做一個集體的隔離 將所有從外地回來 先隔離一段時間 然後才回到社區 其實似乎安全一點 似乎這裏政府也真的慢一點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那些圖片 網上傳的那些 戴著手套 在街上有一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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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社區放散 傳播 那家居隔離一定是 建基於什麼呢 建基於自律 你只要有人不自律 其實那件事就會斷了 那個洞就爆了 打個比例很簡單 有一些新確診的個案 他自己都不以自己 是大菌的 大有病毒 於是他的社交生活是遇上的 去了做健身 去了不同的地方 亦都造成傳播鏈的 這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 將心比己 你要每一個人自律 其實這真是很難很難的事 有人可以做到 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所以政府的措施 就應該從一個最保險的角度 就是集體地去做隔離 一個集體隔離的地點 去做這件事似乎穩妥很多 其實政府最擔心 他覺得沒有地方 但酒店業都說了 昨天已經宣佈了七間 舉所有千五間房 是可以提供的 只要政府跟他們談 派人進去做好一些檢測 覺得適合便可以做 還未見到有甚麼公佈 所以這種情況下 其實社區爆發一分鐘 並不明 擔心 我想不只是我們 我想全香港市民 都見到 你看這兩天的數字便知道 前天二十幾 然後昨天十幾 今天十二十幾 還在回來了 還有好幾萬人回來了 專家都說了 因為專家都說了 所以這段情況下 我們從反送中到現在 大家都知道 很多是靠民間之救 這段情況下 社福界 你們有沒有 政府不理我們 做了一些事 為了香港 為了我們社區 有沒有一些準備功夫呢 我猜很多NGO 不只是寫是寫總 我看到很多NGO 譬如他搜羅的物資 派給街坊 去派口罩 去教一些街坊 怎樣去防疫 怎樣去抗疫 洗手應該怎樣做 口罩應該怎樣戴 坊間有很多傳言 於是有些同事就拍片 或者做一些街站 甚至上門 去告訴街坊 特別是獨居長者 或者老人家等等 告訴他們應該怎樣做 這些其實民間正在做 社福界全部正在做這些功夫 正在做抗疫教育的事 亦正在做一些情緒上的支援 例如一些熱線等等 都正在開放 甚至有些NGO 他會把一些服務放到網上 去跟學校溝通 給學校免費使用等等 這些做法 全部正在做 所以社福界從疫情 開始到現在 好像說是否停止運作 其實有限度服務 甚至我們暫時不開放中心 其實不等於我們的同事 沒有做的 這些同事全部都在家 或者其他地方都在做不同的功夫 就著他們自己的服務特性 去做一些社區的支援 物資的搜索 物資的派發 社區的教育等等 情緒支援這些工作 其實你們在做緊 會否要多些宣傳 讓大家知道有些求助 要找你們 因為我所見 為何我想訪問你 這副界人 在反送中期間 我就見到很多 你們的界別同事 有跟他們做訪問 都很充滿前線 反而在疫情期間 我就覺得好像見小組 可能聲音沒有那麼大 我自己的感覺可能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在整個疫情裏 其實最難做的是 一些聚逐的會動 一些宣傳推廣的東西 所以其實社總 其實在做街頭社工的行動 剛才我說的社福聯合陣線 那裏也收集了很多的物資 接著我們在網上高 收集哪些單位 或者哪些人要的 於是我們去派發 這些全部都是在網上高 去做的功夫 當然你說求助的 其實我剛才說的 其實大部份機構 它的服務沒有停到的 它平時的熱線 平時的一些溝通的方法 電話 它們自己會聯絡會員 所以沒有停到的 所以又不用說 即我自己覺得 不用說大鑼大鼓 我們很特別 有些新的東西出現 又未必是 因為正如我所說 其實我們沒有停過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做一些學校的輔導 我們每天都有個個案 都在見面 其實我們不是告訴別人 現在這些東西都沒有了 我們有些新的東西 不是這樣 而是 行上的服務 行上的方法 我們正在接觸中 正在接觸中 我覺得 又未必需要一個很大的 要去拚得實戰 相反 比如剛才說 一些情緒 那些東西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熱線 即不同NGO 都有一些熱線的 浮渡 那些電話 其實那些都可以被知道去打 去找 其實又不是太難了 其實呢 既然是政府 又上至下 那些政策 不明黃 不明確 沒有這麼多 提早的預防 的措施安排 其實你們會不會做多些 或者是 監察 隔離的人士 沒有到處走呢 我猜這個幾難 因為這個 其實坦白說 這是一個法例來的 如果有香港新聞違法 最應該執法的是什麼部門 我想這個大家知道清楚 政府是有一個執法的部門 去做這件事的 怎麼都輪不到NGO 找個社工去舉報它 這個都不是 不應該做的一個文化 我覺得 反而是你們 多一些支援 隔離一致 是嗎 其實我們做回 我們在接觸的服務對象 我們有接觸的服務對象 於是我們會告訴他們 我們在做什麼 或者有什麼 支援疫情 他們可以這樣找我們 其實各個NGO都在做這些工夫 即是在過程中 打電話聯繫 問號 看看他們有沒有物資的需要 安排物資送上去等等 一些中環的家庭 或者一些街頭的長者 都有一些機構去接觸 去照顧他們 去派物資給他們 甚至有一些清潔工 OK 在街上清潔工 他們不夠物資 不夠口罩 我們都有一些社會服務機構 去提供一些服務給他們 另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商業機構 其實他們都動員一些力量 去搜羅不同的物資 然後捐給不同的機構 我們社總其實都收過一些機構 即是一些商業機構 去捐一些物資給我們 接著我們去派給不同的NGO 和街坊 最後說回 其實經過你們的反送中 大過年 在這次的疫情 反送中現在我見你們 都挺職業的參與 包括罷工 參拜 其實你們的心情如何呢 如果說心情 就真是很不攝理矣 在去年三月 一直到現在 差不多為是一年 香港其實經歷著一個 史無前例的挑戰和衝擊 對於每一位市民 老中青不同的政見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和反思 在這個過程裏 亦都喚醒了很多不同的人 他們對於社會的關心和參與 我覺得這個是不幸之中的一種 帶來的曙光 帶來的欣喜 就是說大家其實都應該關心我們的社會 不論你政見是甚麼都好 其實你是要盡一分力去令到我們香港社會 不論在政制 經濟發展 民生 其實都應該由他們的聲音去表達 所以我見到譬如反送中運動之後 其實催生了很多工會 去關心整個立法會 區議會的選舉 關心政治的動員和影響力 怎樣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制定 資源的分配 我覺得這些是一個公民社會 是一個民主自由社會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我想過去不是未然 但也都見到一些儲光 在我們的年輕人 甚至不同的名稱裡面 都有不同的一些性感 所以這種性感 是否對中共的紅政治和黑話 那種拒絕和排斥 我猜最強烈的信息就是香港很多人都很強調 其實一國兩制 我們不是說 怎樣說 我們覺得兩制是重要的 香港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什麼就是你去想說 到底整個政制的發展是怎樣 但是保留自己香港的民主政制的獨立 司法的獨立 三權的分立 等等這些文化 或者我們要基礎建設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這個政局是讓很多人知道 其實香港這些東西是很重要的 法治 民主自由 這些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去保佑我們的黑心價值 其實對香港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來這次的疫情呢 疫情其實 其實那個影響 從我們社福界看 其實整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比起沙士的時間 那個影響的層面是拉得闊很多 還有那個時間性會拉長很多 還有那個面不僅是香港 是影響到世界 特別是整體的供應鏈 於是對於一些企業 它能不能夠熬得住 如果很多企業熬不住的話 對於香港打工仔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 於是失業率會提高 失業率提高的時候 如果它本身又要供給樓 那對於香港整體的樓市經濟 那個打擊也相當大 復甦也不是那麼輕易 因為沒有了當年的自由行 那接下來有些什麼 新的經濟動力呢 其實大家都會擔心 接下來整個經濟 這個低迷的情況 可能在講兩三年的時間 所以我們整個香港的年輕人 剛剛畢業的人 一些基層的市民 其實那個打擊或者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接下來政府 其實我們都希望 要做多一些的措施 打個比喻 比如失業滿座金 香港公民 是否應該要有呢 OK 你看最近不知真還是假 我想講講 丹麥政府是 76%資助 那些企業 如果它出糧困難 可以資助給它 其實是變相一個 失業狗制或者失業盆重的一種機制 那我想這些 在整個社會的保障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 勞工政策 在今次來講 亦都需要全面檢視和審視 我看到日前 我打眼睛有一成 成十九歲的男人 你有沒有看到 我沒有留意 這個身體 他自殺 很失望 他經營讓走 是的 我這樣聽說 他都是廣電力 支持反送腦運動 但是因為生意上 反送腦其家差異 已經跌了很多 加上今次的疫情 那其他這種悲劇呢 我覺得壓力大 壓力大 對於一些小店 對於一些企業 其實壓力是大的 我們見到 今次真的影響是很深的 以及持續性會長的 所以我們都 在社會界來講 其實都很擔心 家庭 一些弱勢家庭 一些低收入家庭 柳傘仔 或者一些中年的朋友 他們低收入家庭的情況 這些其實 香港的貧工人口 超過一百萬 在今次疫情過了之後 對這一百萬 會不會再增加呢 可能會再多些 就是貧工人口 他們的生活怎麼辦呢 我們的所謂保障制度 能否兼顧他們呢 因為我們的保障制度 很滅滅無 就是很有限 至於剛才我說的 既然最基本失業 無所謂的 這些其實我們都很擔心 在這個疫情下 對於我們的社會 低下階層 一些基層的朋友 如何去面對整個經濟下滑 那個挑戰和衝擊呢 其實這是很令人擔心的 其實接下來 你們的社會界 除了潛水上 都要關注 還有輔導 那有沒有溝通強能的作用呢 那叫政府 比如說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的 我猜一定會的 譬如從工會的角度 我們一定會呼籲政府 要做些事 譬如剛才說 是否應該有一些 短期的失業盤作 需要設立呢 又或者對於一些 低收的家庭 或者那些的蹤座 會不會有一些 那三百億的抗疫基金 會有多少可以分到下去 除了商界之外 就是基層生活又怎樣呢 應該就是審慈度勢 就是就著現在的情況 應該要大膽一點 去動用我們的儲備 去緩助我們的基層生活 成長 在這個議院 地區 公司 公司 控制 公司 公司